前往美国劇院 《尊厠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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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 我可以到 你也沒有我到 這麼多 何処都去過 西藏美国 我去過六次北京 有一次就參加 國企典禮 宏伟 墙面伟大 变发达 我就有这样的感想 我一世人我认为最好的一个 谈起内地 93岁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 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李汉 兴奋不已 眼角没烧都散烁着自豪 经历过战争的他 对中国两个字 有着格外深刻的理解 日军占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时候 他还是个孩子 生活在香港星界大埔东北面 一个叫做乌郊腾的小村子 14岁日本小孩 我15岁 我就参加了游击小组 由我领导一个义童团 所以一般来说 那些人叫我游动团长 我想最少都有30个 拥护游击队 发动行动开放生产 什么都做 乌郊腾村曾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基地 召开过著名的乌郊腾会议 设立过游击队的电台 先后有40位村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在当时素有小延安之称 在抗日时间 游击队有一个电台 就设立我们村 上面这个叫做石水间 乌郊腾的群众 是基础最好的 在香港来说 乌郊腾的军民间随 所以有些人叫我们 这里叫做小延安 作为战争的亲历者 历史的见证人 老先生每一道皱纹里 都藏着沧桑往事 更有一些刻骨铭心的画面 令他永生难忘 四一年圣诞至四二年 农历8月15日 日本人知道游击队 游击队是游击队活动 所以8月15日 将我们村民下方包围起来 管世和堂做了一个文化 要我们勾出有什么智慧队 唱志游击队在哪里 当然是害怕 日本人的凶残手段 当然是害怕 两个村长被日本人打死 当堂牺牲 第一个村长被打到残废 差不多残废 行不到 用一马绑着一马 拖着走 我亲眼镜的 拖到半路死了 另外一个就被他看 那个士林那里打到死 季西贤满腔热血 面先烈 迷失功劳 1951年 村里倡议筹建纪念碑 李汉从设计到施工 亲力亲为 终于将一座乌交藤抗日纪念碑 树立在村旁 1985年再次修缮 原东江仲队司令员曾生亲自提字 抗日英列纪念碑 建碑的过程无疑是充满困难 而回顾过往 李汉却只是轻描淡写 香港进行白色恐怖 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没有人敢去支持这个 这个纪念碑的建设 我不怕 所以将这个碑 纪念建立起来 国家都已经颁布了 烏高藤村是一个唯一 是二级的国家保护文物 有空心的这个世界 然而 这些曾用生命捍卫国人尊严的英雄 也许从未想到 这座血肉换来的封碑 会被侮辱 2019年918前夕 乌交藤抗日英列纪念碑 遭人突兀 尽管有得知消息的市民 连夜赶服清洗 而心痛却让李汉紧紧的捂住了胸口 心痛 目前香港的环境 说不出 不知道怎么说 李汉说自己的心已经休息了 他希望年轻人能够正视历史 牢记先辈捍卫这片土地的艰辛 他相信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谭吉辛中国已经70岁 李汉深感欣慰 他哼唱起记忆深处的延安送 为深爱的祖国送上他衷心的祝福 我愿意 彵吉辛州的当局 在quegrassia 各自成工之中 已经走得很好 我很因为国内来说 我很因为 一世人的目标已经达到 我们只要想做的东西 已经能够完成了 做个反应富强 是世界的民族之南来说 第一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